这个周末 记者在深圳家电 汽车等销售门店看到 不少家电品牌叠加推出优惠 汽车品牌在线上线下加大宣传力度 让本轮已旧换新政策触及更多顾客 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 在深圳印发的深圳市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加力支持消费品已旧换新实施方案中 从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 汽车报废更新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 家电产品已旧换新 家装等产品改造换新 电动自行车已旧换新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等八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的支持方案 深圳本轮已旧换新 家电补贴比例最高可至20% 买手机最高补贴1000元 买车最高补贴1.6万元 方案还提出到2024年年底 实现汽车已旧换新约7万辆 家电产品销量约100万台 家装等产品改造换新约5.1万户 电动自行车更新约25万辆 营运货车和城市公交车更新 约1300辆 持续释放投资消费潜力 此次深圳还增加了消费级无人机 消费级机器人 3C服务器 投影仪 智能运动装备 咖啡机等六类产品的已旧换新 后续还将联合各大电商平台 开通线上家电已旧换新 深圳专区 部分购物还可追溯补贴 例如家装等产品改造换新 作为本轮已旧换新新增的内容 装修时间在2024年7月24号至2024年12月31号之间的 都可以申报补贴 正在线上的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余林曲 余所长您好 您认为政策落地后将如何刺激深圳消费市场呢 首先是我们整体的消费市场 有望赢得一个快速的增长 让我们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从规模体量上消费会得到增长 第二个方面 消费增长也会带来消费的升级 因为我们这次政策的重点 也是放在像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电子产品等等方面 这本身也是我们消费升级的 一个重点的领域和方向 未来在整体规模扩大同时 我们的结构也会更加的优化 第三方面 消费的增长也会带动 深圳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 像新能源汽车 还有一种智能化的产品 本身也是深圳的产品和产业的优势所在 未来以消费增长带动产业增长 也会形成这一轮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近期全国多地发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支持已旧换新的实施方案 您认为如何发挥超长期特别国债的作用 来激发消费市场的潜力呢 首先超长期国债是我们历周期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扩大这个政府的开支 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需求的水平 那么这是一个财政政策发力的这个地方 那么其次呢 就是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我们产业政策 正在加快协同发力 通过消费的扩张 能够更好地带动产业的增长 产业的发展 形成这种协同的效果 那第三方面可以看出 这一轮是央地同时用政策叠加的方式 来推动这个政策的实施 那实际上各个地方也会 根据相应的中央的政策 能够更多的出台和本地经济发展 消费增长向适应的一些政策 感谢您的信息 感谢您的信息